豆角焖面的原料 豆角焖面要湿面 这是正在做鸡肉高汤 这是我做的冰咖啡 用高压锅压 里头放上葱和姜 软炖面 冰豆焖面 这从eBay上 国内买了一个挡风的 这火苗就比较集中 火力比较大 你不用屁股 你抹点油也行 这个 这鸡肉咱们可以吃一份 不能吃太多碳水化 蒸了20分钟以后 看我这个铁锅 是氧锅 全都氧化膜 上火 开火之前把这锅 氧锅的浮油全洗洁精 给它洗掉 否则的话 您烧的话就冒烟 而且会越来越黑 这个热锅冷油 这样就是 火完全完全热了以后 才能下油 上油的时候 看你油温的要求 可以把火关掉 我就是把火关掉 现在火还是关掉了 现在开火 现在开火 我的肉里已经有黑胡椒了 热锅 料酒 鸡 白胡椒粉 放点豆翅 豆翅 豆翅本来是应该在油那时候放 但是我不想要那么重的豆翅粉 看一点也没沾 如果这个铁锅 养的不好的话 你肉下去的话 蛋白汁下去就会粘锅了 放这个水焖面 我就少放在水 因为我蒸的时间比较长 它们是会把这个汁咬出来 放到这个上头 它们 而且它们还放老抽 我就不放老抽 我不用那么深的颜色 起锅 起锅的时候 要拌了 后一步 就是秘密所在 这个是 Opporto chicken的chili paste 就是相当于是澳洲的麦当劳 腾特鸡 他们家生产的一个辣椒酱 他们家的那个burger叫 帮带田 saud благ达burger 他他们就会问你要不要辣椒 他们家辣椒是很著名的 是非常很独特的 所以你要来澳洲 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辣椒酱